當然要有創造力必須要有眼見 花錢就實在必行啦 不去多看多聽到處打探接觸 怎麼能夠憑空捏造出那麼多的創意呢 你有訂閱牛新聞的YouTube了嗎 趕快來按讚分享並且打開你的小鈴鐺喔 花錢如流水 誰是十二星座中的消費王呢 獅子座花錢的宗旨就是照得住 美要照得住 氣場要照得住 朋友要照得住 沒有質感的生活對獅子座來說就是失敗 在生活質感上花錢 吃得精緻 穿得得體 玩得體面 用得齊全 這是獅子座的基本要求 接下來就是氣場囉 重要的場合需要什麼配備 運動的時候需要什麼配備 談戀愛結婚的時候需要什麼配備 生了孩子需要什麼配備 天啊這氣場不花錢怎麼撐得起來呢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朋友啦 一起吃飯 買單 朋友結婚 包大紅包給你 朋友開店 去捧場 一轉眼 錢全部都灑出去了 獅子座自己花錢還算理性 但一旦為家人為了某個意義 為了某個場面 錢就不再是自己的 就不再那麼重要囉 獅子座消費指數四顆星 水瓶座對人還比較有感覺 對錢就沒有太大的感覺了 他們覺得賺錢就是為了花的啊 如果你聽說水瓶座在存錢 捨不得花錢 那他們一定是為了花更大的一筆錢 比如說他們可能要去學飛機駕照 可能要籌備環球旅行 想要在三年內買一棟房子 準備去國外留學等等等等 如果他們短期內沒有什麼大的目標 那水瓶座就會很容易看到 想要的就去給他買下去了 通常這個也想要那個也不錯 生活中很多小東西 買了一堆之後 錢也就花的差不多啦 想要存錢的水瓶座 買儲蓄型的基金 股票保險 或者是強迫儲蓄買個房子 就能避免自己變成月光族哦 水瓶座消費指數四顆星 天瓶座的金錢觀就是愛自己 就是要對自己好一點 不然賺錢還有什麼意義呢 很多成功的企業家們都認為 促使成功和導致失敗的區別 就是與人相處的技巧 天生社交能力強 就是天瓶座得天獨厚的能力哦 所以天瓶座對賺錢 基本上保持樂觀的態度 既然不知道買什麼好 那就多試試看吧 兩個顏色不知道怎麼選 不然都買來穿看看啊 糖衣套枕花瓶 家裡必備的都要買回家 不然就沒有家的感覺了 對了還需要一個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也要趕快約會帶回家 這樣才像一個完整的人嘛 不當金錢的努力 要當金錢的主人 天瓶座為了打造完美的人生 努力賺錢為了對自己好 就想要努力花錢囉 天瓶座消費指數五顆星 雙魚座認為生活就是要有選擇權 而能完美體現這一點的 就是自己的消費力啦 我們以前講偏財運的時候講過 雙魚座的偏財運超級強的 雙魚座的正財運 其實也不會輸給他的偏財運哦 只要他們不沉迷不玩物喪志 雙魚座很會經營五本生意 考慮他們的創造力 連結資源的能力 當然要有創造力必須要有眼界 花錢就實在必行了 不去多看多聽到處打探接觸 怎麼能夠憑空捏造出那麼多的創意呢 雙魚座花錢是很理智氣壯的哦 而連結資源說白了就是當仲介 不管是人力房屋仲介 還是把朋友介紹給朋友 不花錢是很難認識這麼多人 在讓大家認識大家的 而且雙魚座甚至自己要投資自己 關於藝術啊科技創新文創啊這些 如果自己知道的多 才能知道別人需要什麼不是嗎 這些功課當然也是需要花錢咯 雙魚座認為花錢是一門藝術 只要消費得宜自然花的多賺的也多 雙魚座消費指數五顆星 所以我們看起來花錢多的人不一定賺錢少 所以我們賺錢少的時候也要想一想 我們的消費的想法是什麼呢 多思考錢錢就會多多益善哦 我們下次主題見了拜拜